得着 谢谢 今天好好聊一阵 节前说点特别的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红黑榜的时候了 这是我们采风摄影 这个年度大戏 保留项目 这个红黑榜跟我们之前做的单品评测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哥俩从我们众多器材里边选择用的最爽 或者用的最不爽的器材跟大家分享 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没错 这个红黑榜的意义呢 就是第一 让大家这个选题材有一个参考 甚至呢 我觉得让大家对于摄影有更深一层的一个理解 对吧 我们就是 花自己的钱帮大家采坑 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 这儿好 一号 二号 三号 好好聊一整 说完了就是怕得罪人嘛 多出去 钱花了还帮我说吗 在音频上花点钱 不应该吗 奸揽缠华坏 我是大宝博文 我是恰恰 这个摄影技术啊其实每年在进步 然后那个器材呢也是年年更新 是的 所以呢咱们每年选择红黑榜的方法也在变化 哪些器材能够赢得我们赞许为选中红榜 我觉得呢必须要有三条条件 第一条呢就是这东西必须让大家感觉到真香 对 实用 实用 对啊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价格亲民 哪怕这东西好有点贵 在后来你使用的时候也绝对让你爽到忘了当时掏钱那个疼痛 第三条呢就是这个产品啊对真正的有技术进步 能带动就是整个产业链的就是向前发展吧 好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基于这三条 然后先带出我们所有的这个红黑榜 这个说的黑榜 去年 去年我们做了红榜没有做这个黑榜 第一呢就是采风我们自己还年轻 对不对 你说白了就是怕得罪人吧 真是的 我们也是从这个大坑的坑底爬上来 伤痕累累跟大家说这期这个黑榜 拖出去了 钱花了还不让我说吗 对啊 黑榜呢也有这个基本的条件 这个黑榜也一定要满足几条条件 我们列了五条罪状 我们总结了一下 你要不满足其中的三条 你都不好意思上黑榜 第一条就是垄断挤牙膏 第二个呢就是贩卖情怀 你不能把情怀当做我们这个摄影师 当家立命的这个吃饭都给来用 说这个人不好老话讲 叫奸懒缠华坏 你看五样占全了 这全是坏人 你看笨都不算 然后第三个就是耍核营销 看个电视剧 对吧 vvvip三个才继续往下看 对吧 让这种行为妥妥的就算耍核营销 最后一个我想那个黑榜理由 大家都没有意义 就是质量不稳定 职业摄影师这谁受的呀 五条 然后咱们现在就细数这几个东西啊 就是今年的红黑榜呢 我们干脆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按着种类来分 除了我们摄影生活杂志 这个传统的相机镜头这个分类以外呢 我们还要适应周边 比如像这个电脑 对吧 还不是因为你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 OK 咱们现在街榜开始 咱们先说说电脑吧 先说打劲 先说电脑吧 先说电脑吧 就是今年啊 我特别想选农企 就是说从摄影的角度上来说 电脑是一个整体 你看它涉及到性能啊 存储啊 然后屏幕颜色的准确性啊这些 大家如果说对图片有需求的话 买一个苹果电脑 是最省心的选择 就是手里这台16寸的MacBook啊 也是刚买的 就是今年啊 苹果干了一件特别反常的事 咱俩啊 之前吐槽苹果最大的一个点在哪里 坑爹啊 就为什么坑爹 就是苹果觉得它这样这东西 它这么做 它改变世界 它就这么做对吧 它完全没有考虑用户会怎么做 它是想去改变用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款啊 就是今年的MacBook16岁 完全完全的 向信用户投降了 对不对 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性价比这个词 居然出现在苹果的产品 令苹果良心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咱们都在苹果店 就看过电脑 然后想加配过硬盘 对不对 对啊 硬盘是苹果拿它的定价 就是单位面积点 三倍以上 它是拿当二马市卖的 对不对 但是今年的MacBook16寸 起步配置是512G 对 这我注意到了 对 对啊 在网上一个配置就是1T 它在网上一个配置的价格呢 就是去年接近小3万配置的价格 对吧 我们第一次在苹果电脑上 看见性价比这三个字 对不对 这太不容易了 我这性价比不是说它有多便宜 而是说你能在单位金钱的 就是单位人民币价格下 能获得最好的体验 最好的体验 对吧 对 而且这个16寸的这个屏幕 不光是分别率升级了 它的亮度也升级了 500nit的亮度 刚好跨入了HDR显示的标准 MacBook MacBook Pro 16寸 性价比三个字 然后性能依然是让你爽三天 对吧 OK 对 然后再多说一句啊 就是MacBook就算是最低配置 减所有微单单反的拍摄视频格式 无论哪种格式 都是没有压力的 完全不用担心 说完红网 咱们说黑宝 黑宝 哈哈哈 电脑类的黑宝 那现在就是 好吧 我先不说是哪一家 咱们现在说一个打脸的事啊 就是我不知道啊 就是咱俩都是 就以前听没听说过一个名词 叫摩尔定律 CPU呢每18个月 晶体管数量增加1倍 然后呢性能增加1倍 对 但是这个定律之前 在很长一段时间失效了 自从某一代的酷睿i3 对AMD莫秒权以后 对 这个公司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对不对 对 就是属于我5年前配的机器到现在 感觉好像也没啥变了 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 对啊 所以今年的黑榜No.1 送给英特尔 采封摄影生活杂志 红黑榜相机片 相机片 红榜 这是这个就像这个奥斯卡 每年的最佳男主角一样 对 我们每年评说的这个相机绝对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对吧 但是今年我们俩在选择最佳相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纠结 有争执 对啊 首先啊 今年各个厂商出的相机本来就不多 对不对 基本还都是属于羞羞补补的一个小改款 一个手指头刚刚手不出来 对啊 数量不多 而且都是小改款 然后呢 稍微看上眼的这个尼康的Z6 对 还有这个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擦边的这么一个 你看条件我们还有点怀疑 A7R4是真香 我们呢 其实差一点就把这个奖项给了A7R4 如果要是说这个年度使用起来 让我觉得特别爽的一个相机的话 A7R4就差点这一票投给它了 但是今年最佳相机 我想真正给谁呢 我们俩决定给iPhone 11 Pro 我们红榜最佳相机给了iPhone 11 Pro 很简单 就是这家美国公司 基本上隔了这个夯瀉仪器 这些日本厂商相机的这个命 对 你看啊 这个松下S1这款机器 视频功能强大无敌 但是这个对焦性能 着急啊 还在上一代的这个水平 然后佳能不用提了 没有机身防抖 而且这个操控也不爽 然后尼康 对对对 不能说操控 人家用家能习惯的 通可爽了 说这个尼康 尼康呢前两天发布一个 其实也既得花钱又没啥大用的这个Log 肉肉肉 人家叫肉 反观这个iPhone 11啊 要焦距有焦距 对不对 要强大的处理能力 有处理能力 大三拳定调 对啊 就算是咱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暗光处理能力 也基本上能够跟现在的那种一英寸底子黑卡相机持平了 甚至超过一些低端的这个微单相机 对不对 而且呢 是靠强大的CPU的这个Deep Fusion和神吗 对啊 对啊 所以暗光都没问题了 更甭提像我们今天拍摄这种大光笔的环境 连专业摄影师都头疼 您就算是没学过摄影 iPhone拿起来就绝对就拍照片 什么Rog式什么Log完全不用 出来就好看好用 对不对 而且拍完照片直接AirDrop一键分享 对不对 这个其实不就是摄影快乐这个本源吗 拍照分享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把最佳相机投给了iPhone 11 相机的黑榜 GoPro 8 这个我就不明白 还有Max 就整个GoPro 一秋之河 你看啊 GoPro 8 今年啊 我就想同样的传感器 同样的处理器 其实明明一个固件升级的事 它现在非当一个新产品去卖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 三代 对吧 你说有这样的心思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GoPro 8固件死机 还有这个 我之前一直碰着这个镜头节路的问题解决了 Anyway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GoPro Max GoPro Max的话 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可能GoPro 根本就没想好这个360全景相机该怎么来设计 对不对 你说你作为一个360全景相机 你为什么前面要放一个屏幕 360相机不就应该放在自拍杆上 你可以拍摄任何你看到的相机 我要屏幕干嘛 后期去找呗对吧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精力放在说 怎么把这个相机做的更小 让它寓于放置 或者是说电池做的更大 解决这个双镜头处理器这个带来的高耗电量的问题 而且呢 它自问自己标榜说做一个Vlog的相机 我觉得用它做Vlog 你不如直接用手机就好了 这个GoPro这两年呢 也是因为技术没有进步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领域里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呢 有了一个竞争 所以呢 日子也开始不好过 希望这个GoPro加油吧 但这不是你挤牙膏的理由 对吧 咱也是下操心 对 下操心 行 然后呢 咱们下边呢 就揭示 彩蜂摄影生活杂志 镜头红黑棒 如果说这个机身是奥斯卡男主角的话 那镜头就是奥斯卡女主角 对 对吧 我们其实在选择年中最佳相机的时候 我跟恰多学同时不一儿童 选择了这只老挖的24毫米八边相机 对 24毫米这个镜头呢 基本上满足了所有条件 第一 这只镜头我们用起来超爽 你看我们最近的一些特写的一些 镜物的画面 都是用这只镜头去拍的 那质感画质绝对没得说 然后另外呢 一万块钱的价格 你看以这个金属质感的一个机身 前面还防水 对 我觉得绝对是属于 防水的 哈哈哈 八串的一只镜头 然后单身不让 本来这只镜头要投给他的 后来我们忽然转变一下 哎 不对了 这只镜头虽然我们用的多 但是这只镜头对于普通来说呢 它使用的面太差了 对 如果你要不是专业的职业用家的话 一般人根本用不上这个 大家去买这回来都不知道拍啥用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还要稍微现实一点 然后呢 选出一个红黑榜镜头 更接地气的这个 大家拿回去都能用的 用得上 特别有意思 镜头的红黑榜 这两只红榜和黑榜的镜头 全部来自同一个厂商 先让恰同学揭示镜头红榜 来 我说不得的人呐 哈哈哈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今年镜头红榜 就是这颗 尸码的 2470 202.8 DN DG 一见钟情 对 原因 价格突如 国内卖78828 差不多都是就是7000多的样子 对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自从三大相机厂商 进入了V单的时代之后 这大三元价格就一路 不比以前便宜 甚至比以前更贵 这不是 这不是便宜 不便宜和贵的问题 是基本上指数级的增长 对不对 但是这只镜头的价格 对吧 只用了索尼 G Master 同规格价格的一半 那性能方面呢 性能怎么样 对 对焦啊 我这两天测试下来 基本上跟索尼的G Master 镜头是完全一致 不相上价 不相上价 对焦性能 画质怎么样 锐度牛 操心司马吧 不用吧 所以说 基于这样的一个性能来说 我觉得 它的性价比 超高 这只微距特别好 这只2470 2.8 同样也带有一定的微距功能 和腾龙的2875一样 惊人啊 可以怼着拍 这都是原厂的 那个G Master 所不具备的 就唯一美容不足的啊 就是这个镜头的体积和重量还是有点大 我们手里这个Royal SC啊 就没办法完美的这个适配 你最小最小得买一个智云的VVOS 对 或者是上Royal S 就是大的问题 明白了 OK 好建议 说黑榜吧 彩风摄影镜头黑榜 我们来聊聊这一批黑马 对黑马 哈哈哈 试马351.2 这只镜头我实在想不出一个理由啊 你一个V单镜头35毫米 为什么要做成1.2的打光圈 对不对 你看各个厂商都有成熟的35毫米 1.4的镜头 你搭这半挡光圈 除了白白增加体积 增加重量 还减少这对焦素子以外 有啥用的 对不对 而且你别忘了 这个351.2这只镜头 它是一个原生镜头啊 给那个V单设计的 对不对 可能是为了匹配松下那个巨单的体积吧 哈哈哈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匹配松下的体积 你别忘了试马 它有自己的小机身 Fp啊 对不对 351.2 你能想象一样放在Fp上 这 头戏乐端 哈哈哈 说的这个Fp啊 多说两句 Fp这个机身呢 也有点奇怪 对 你说它是相机吧 没有机箱关门 你说它是摄像机吧 就小体机 屏幕不能翻转啊 电池作响 对啊 然后那个 屏幕不能翻转 然后所有东西都得是 加YCI的周边 其实电影行业 你觉得它真的需要那么小的一个机身吗 BMPC还能内录肉呢 它得外录 所以 也许吧 也许这个Fp的这个机身 我们还没有发掘出它真正核心好的东西 等以后我们用时间长了 再跟大家说更详细 下边一个呢 就是采风摄影 附件红黑网 这个附件红黑网呢 我们去年是红榜给了如影S 对 今年呢 出了如影SC 而且我们用的非常 非常happy 但是呢 我们讲 摄影这事不是用光的艺术 大马老师 你没告诉他们 玩灯 可比玩相机贵多了 技术过年好 所以我们今年决定把这个红榜 发给南光的LED灯瓣 对吧 这个灯瓣可以说在2019年 是全面的RGB画 RGB灯瓣地区就好用 除了像传统灯光以外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日光暖色温冷色温 直接调整以外 除了一张张换色片了 灯瓣其实各个厂商今年都在做 而且呢 其实大家的功能大同小异 对 操作呢也差不多 然后外观呢也差不多 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奖 给南光来的ED 是因为在这么多灯瓣里边 它的体积和设计 让我们用起来是最顺手的 对 在同样的体积来说呢 它的光量输出比例 能是最高的 是一只我们出门需要补光 随手会拿起来最顺手的灯 黑网吗 附件黑网 咱俩 其实说的黑网 你看我们今年附件没有选择黑网 原因很简单 你看啊 相机镜头这些东西呢 这道太深 你必须把它拿到手 用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 哎呦踩了坑了 但是光看参数没用啊 没用 还得拿回来试试 没错 但是附件这事呢 师母说嘛 都摆在明面上 我们哥俩踩了两年的坑 基本上拿眼一扫就知道这附件到底靠不靠谱 有坑的都没买 对吧 对对对对 我发现这有一特别有意思事啊 你看摄影师 咱们在买相机买镜头的时候啊 看参数看评价 哎呀觉得这相机这儿不满意 那儿镜头那儿不满意 最后你看 乖乖的 还是把镜头相机把钱送给人家 把这东西玩儿补一下 对 后来我就想了 这个要不说这个摄影师这个是视觉这个动物 对对 好色嘛 就是咱照片啊 就只是看着图像对不对 对 如果咱拍视频呢 不能不光得看电影 还得听电声 对不对 对 音视频可不分家 对 那说到这个音频这块呢 你看啊 音频这边 咱们花个千八百刀 买一对这个好的音箱或者 万块钱吧 万块钱 能把您这俩耳朵伺候了舒舒服 我挑不出一点毛病 用这个 丁数的话说 在音频上花点钱 不应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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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今年的复建 我们说两个跟音频有关系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ADAM音箱 一个是TC 还有一个是A5这对音箱 其实这个区别就是5寸和7寸的一个区别 如果你要是家里呢 是更大一点的 客厅那么大尺寸的话 你可以选择7寸 如果要像我们工作室剪辑的那个小屋子的话 用一个5寸就够用了 空间小选A系列 那个叫什么来着 排气孔倒置在前置嘛 没错 就是可以贴着墙放 这俩音箱都是有缘音箱 对 逢管什么音源 不用够放 插上就用 对不对 你不用去操心配什么前置后置 都不用操心 玄学的东西我也不足说了 我只能说我主观的感受就是 这俩音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咱们像这种长时间去听声音的话 一天听下来耳朵不累 因为这两对音箱呢 都是叫监听音箱 对 所以它跟我的这个监听耳机 两个音色是完全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今年呢 我们音箱的红榜给了这一段 阿达姆音箱 那我们工作室里边 在家用的说完了 咱们说出门用的东西吧 啊 说什么呢 哈喽 哦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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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Clear模式 真的听清楚了嘛 对不对 嗯 啊 今年的出门用的产品呢 肯定 非这个AirPods Pro莫属 这个为什么 原因 原因为什么 你看过你想买吗 这是我今天想要的圣诞礼物 不瞒你说 呵呵呵 苹果啊 就不做而已 一做呢 就做到最好 尽管啊 价格实在是让人有点 贵 是真贵 但是啊 这今年咱们 来来回回坐这几座飞机 在飞机上比 我觉得就只会这个耳机的墙 配合是苹果这MacBook呢 基本上做剪辑用 是基本上没有延迟的 对 那就爽了 我就不用甩着线倒就走了 对啊 今年的第二个音频类的红绑 我给AirPods Pro 我们哥俩聊着半天呢 基本上把采风摄影 今年的红黑绑 然后从电脑 相机 然后镜头 然后还有数码周边 整个跟大家说了一个遍 啊 再重申一下啊 红黑绑 我们所有的器材 都是基于我们的使用背景 和我们自己的亲身 使用感受 都是自己买的 对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 我们评价呢 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呢 欢迎您在评论下方 给我们留言 反正我们也不回 哈哈哈哈 好吧 然后呢 你看今天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也是赶在圣诞之前 我们那个 跟大家稍微乐呵乐呵 我们哥俩开始离开 绿帽子都戴上 我们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对不对 好吧 然后今天呢 就是提前预祝大家 圣诞快乐和新年快乐 对 希望被得罪的厂商爸爸 不要在意 呵呵呵 然后呢 也也是希望大家 呃 明年能够继续关注我们 彩蜂摄影 春花杂志 对 我们明年见 拜拜 拜拜 OK